新年好 大家新年快乐 拱手跟身旁的人都生新年快乐 国民党新生团拜 希望新年新气象 应多点少点争议 但似乎有点难 因为前主席洪秀柱 受邀参加北京冬奥开幕式 会见大陆国家政协主席汪洋 还谈到了促统 也被民进党骂室内奸 国民党的立场 一定是捍卫中华民国 一定是坚持民主自由 反对任何伤害中华民国的说法 包括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 这都是我们坚定长期来的立场 朱立伦重申国民党立场 就是中华民国 但谈到促统和中国梦 难免引发争议 只是谈什么 朱立伦似乎就没这么清楚 我跟每一位前主席 都去拜年的时候 红前主席有跟我提到 他要去参加冬奥的开幕式 我说为中华队加油 参加冬奥都是好事 而马安九虽然不受访 但也借尖提到了北京冬奥 最近冬奥在大陆决行 我方以中华台北的名义 顺利参加 双方都展现了善意 在两岸交流 维持一中各表 确保两岸的和平 稳定跟发展 马安九吴敦毅 再一次强调各表立场 而且主席只有江启全没有到 因为党团也有会议 看来国民党新银圈团败 大家对两岸立场 在现场的人都有共识 TVBS新闻张哲华刘彩为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